乘肝跳支部夫妻导会 千千万汇款还告人 在台湾体育界享有乘肝跳支部美育的81岁许正邦 其妻子欧理真嫌遭指控 自107年1月开始起了四个互助会 我们会人数月21到25人 每人每期缴加2万元惠备 招报以三叉多米人头茂标 二亿岛会上千万 他在我期末中就是一个很好的长辈 习爸爸是一个被体育借 父亲非常非常的热忱 即使是七十几岁了 可是只要学校运动会 他一定都会来协助 没有想到说出了这种事情 百难也就算了 然后还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神一样的位置都摔裂了 被导会签在会员 很多都许正邦夫妻 曾任职学校的同事 每人损失24万到220万元不等 会员找许正邦夫妻协商未果 入控两人态度不加外 还反告大家 会主的态度非常的恶劣 两手一勘就是我就是没钱 他就讲说没关系啊 你们就是去告我啊 反正我就是一直关关到老师 就这样而已啊 他使者我们大家落井下石 没有给他送完 听听我们说 哎呀这个市区四十几万 住豪宅还在乎费一点钱 口气上其实都非常的不好 不用这样多多逼人 不需要这样 不是只有钱人最重要 我感觉人要点喜乐 得到他平安更多 在委屋上面 全是有事实 反而被他到警察局来告我 说我诵谤他 然后妨害大家领业 许正邦夫妻因投资有机农场 及连锁引到店 近十年来投入数百万元买设备 因为经营者经营不善倒闭 请要不回来资金出现缺口 便以不断起回的方式 来填补资金缺口 以汇养汇导致雪球越滚越大 最后宣布倒汇 我就跟你说我现在完全没有能力 我如果给你下来 然后我给你落井 我告诉我 根本就还不到那么多钱 他意思说只要他白纸黑 去写下任何东西呢 因为他欠我们捡了一个证据 徐琪表示 没有要逃命不还钱的意思 他起了三十年的互助会 从来没有倒汇或签认汇背过 这次是因为投资失利 并对大家几十年同事 却这样逼他还钱感到失望 而许正邦这一哭穷来保险金 几乎是倾家荡产 我这没钱到怎么知道 每天中午买一个便当 分两餐 出一半一半留到晚上出 很高烈 许正邦强调会卖房还债 打算卖一千一百万元 到会员入场感受不到任何诚意 因为卖房的钱扣掉原本房屋贷款 及部分备用后 顶多只剩三成可用来还钱 大多数的血汗钱依然拿不回来 民间互助会发生倒汇的情况下 比较多的状况确实是走行事提告大击罪 借助这个警方的力量 经常能够把人找出来 结商之后再抓民事诉讼提告 反而不当得利或随碍赔偿之类 律师指出一大被倒汇时 一定要保存包含汇款记录等所有证据 早有机会构成丧七罪 但是若遇到汇首已脱产 民下无财产 会员即使告临执行 依然无法讨到钱 东西文 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